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政府正在进行新控烟法的修订工作 卫生局早前提出公共场所室内全面津烟 扩大市外津烟地点 大幅度提高烟草税 加大违法新烟罚款等六项建议 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近日在立法会上就表示 上半年可完成修法工作 并透露你将自带免税香烟的数量 由100只收紧至19只 也就是不足以保 政府近日公布2012年到2014年 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跟进及评估报告结果 当中有关新控烟法实施成效问卷调查及分析中 有六成受访澳门居民认为应该提升烟草税 超过42.1%受访者认为罚款额不足够 74.3%的澳门居民认为 娱乐场应该实施全面禁烟 近八成受访博彩从业园同意赌场全面禁烟 而受访的85.5%旅客就不反对娱乐场全面禁烟 60.4%吸烟旅客不反对娱乐场实施全面禁烟 根据上述的民意调查 卫生局建议娱乐场所有身内范围全面禁烟 而为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和政策方针 政府亦建议大幅提升烟草税 及加大违法吸烟的罚款压等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重要节目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梁翁仔 你好 早晨 以及借烟保健总会理事长欧家辉 欢迎欧先生 你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政府出招控烟 大幅加烟税等相关问题 在本次立法会上 议员梁翁仔也是促请政府交代娱乐场全面金烟 以及加烟税等相关事宜 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就表示 上半年可以完成修法工作 所有公共场所室内范围全面金烟 大幅调升烟草税 以及限制携带烟草入口等六项建议 对于此次政府这个下大力度出招控烟 您是怎么看的呢 梁月 你好 各位观众 这次谭司长就把立法国方面拿到最后立法会 我就很高兴了这件事 就尽快完成这个立法就最好了 还有这次谭司长加多了六项那个禁烟的条例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 不止六个就算是四个都好 总之是有一个条例拿出来 令到澳门能够多些禁烟 多些令到市民少吃烟的 我都觉得是一件好事 那么其实在此次限制携带烟草入口方面 当局也是将个人自带免税香烟的数量 有一百只也就是五包收紧至十九只 也是不足一包 希望逐步减少居民对烟草制品的需求 提高这个戒烟抑郁 其实这样的措施实施后 欧先生您预计将会产生一些怎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 本身现在澳门的那个烟税 比起我们邻近地区香港为低 以一包中价烟为例 澳门卖着大概都是三十多元 但是香港已经去到接近六十元这个价格 当然其实我们那个烟草税的加幅 上一次在2012年新控烟化实施那段时间 其实就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升幅 但是始终从两地的那个价格差异来说 事实上来说是有必要需要去再加的 还有本身来说仿效回近地区那个做法 我们看得到好像香港的地区 他们其实将这个十九只限制入境的话 的而且确这几年陆陆续续都是少了烟门去吸烟 还有他们很多都会去考虑去戒烟 所以我们觉得本身来说十九只这个数量 就是本身因为一包卷烟的话 大概来说都是二十只 十九只的话 也就是说本身它是可以提供给它自用的 所以在这个数量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措施 参照仿根地区的经验是有效的 好的 那么也有业界人士就表示 2012年加税至今 全澳烟草进口包数也是下跌了六成 由于大部分的公共场所 室内进烟店铺加租等相关原因 本澳的这个香烟零售店 也是缩减到八百间左右 而此次这个空烟措施移除可能会否又大大的影响到 这个烟草业界的生意呢 您怎么看呢 两个人 我想这就是正常啦 我现在特区政府就不希望这么多小民吸烟 那么这个行业应该就是比较跌了 跌了一些生意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情况是下的 那么如果是好像很多店铺那样 如果是烟草那方面 可能少收入了的 可以说做其他生意而已 不一定要埋烟才可以生存的 还有现在特区政府是全面 希望澳门市民都不要吃烟的 那么那些环境 你应该知道了那个吸烟的人数会少的 那么你可以做其他生意 不一定要埋烟才可以的 我觉得那些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一个社区 和这个正常这个社会的形态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 不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实 好的 有烟草业界的人士也是表示 大幅调升这个烟草税后 只会令这个业界的生意更难做 戒烟可能却没有达到一个明显的效果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本身烟草税增加 本身就是希望减少那个烟门 就是吸食的意欲 还有提高去戒烟 那么在世界各个很多的地方 其实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数据显示 是特别在一些低收入的人士的话 因为他们对价格那方面 相对地会比较敏感一些 还有最主要一个就是年轻人 因为本身来说 现在我们看得到很多地方的趋势 吸烟都是年轻化和女性化 所以我们觉得在增加烟草税那方面 是可以压制得到年轻人吸食的意欲的 好的 其实也有相关人士就表示 收紧烟草数量 也其实关键是在于这个执法部门的巡查 一旦发现偷袋过量只需要补税就了事了 减低了这个阻下列 其实他们对这种这个措施的成效 也是表示一定的质疑的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梁云 今次政府提出19支香烟带进来 实际上 他就希望市民不能够带这些烟草进来 第一他不要说吃的问题 第二他就不希望他带来 跟着卖给人 在过关 一天一天十次过关 过去带十包烟过来买 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 特区政府出一个政策 是可以令到市民 小食烟的一个政策 是我的支持的 但是他说 如果是执行到它可以罚款了事 如果是那些烟的成本不是太高 现在是被海关执行到它 由于罚款的 他不会没有这些危险 为这些小小的利益来做的 我觉得实际上这件事应该是对打击这个免税香烟入境 都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罗先生 其实我也很赞成梁议员的说法 因为始终我们觉得 除了一个加烟税本身 我们觉得都是要採取一个多管齐下的一个措施 包括一件事限制出入境的数量 以及来说 其实我们觉得 可不可以做一些有掌的机制 如果他能够做一些检举的机制 亦是鼓励了一些人去更加来守法 而且我们觉得本身来说 这个措施本身大部分市民都非常接受 我们觉得在综合措施来说 能否在罚款方面再加大力度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触犯控烟法是罚款400和600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空间上 有机会可以再次提升 令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成本 所以很多时候往往走来戒烟的动机 其实除了一些家人鼓励 或者是一些朋友去劝告他 或者对健康之外 其实某一部分人对罚款方面 价格方面都会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觉得 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有一个叫烟组控制框架公约里面 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六大建议 我们叫做Empower 所以变成了 其实这个六大的一个综合建议 我们看得到今次特区政府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面 都能够在旧发 和将会提供新的收法方面 有所优化在 那我们这个也是表示支持 仲勿赞成的 好的 那么此次政府将烟税 也是大幅度提升 由原来每至五毛钱 改由香烟零售价的七成 其实这个加烟税 是否是最有效的这个空烟方法呢 也是市民质问的这个问题之一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政府今次又再加到七成 就不能够说它加到七成 还有全澳门市民 那些烟民个人都不吃烟 但是对基本上都令到有一些市民 觉得吃烟贵了 成本高了 他可能要 不是说立刻戒掉 起码吃少一点 还有一个青少年 他们未有收入的人 未有收入的时间 如果那些烟是这么贵 他们想买这些烟 用来吃的更加比较困难 我觉得这个措施是 一个渐进式的措施 是一个好事 渐渐渐渐渐渐 令到市民觉得消费太高 就可能会尽量吃少一点 甚至有些会戒掉 这个是一个好事 或者将来 现在加七成 将来可能加十成也未定 这样令到市民慢慢会接受到 不吃烟 对自己身体又有好处 还有经济又有好处 那方面我觉得是应该接受 好的 其实如果提高了这个烟草税 可能会加快走私烟的出现等等 一系列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多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 一个有奖的检举 令到大家都能够可以 医法和守法 始终因为本身 我们看得到 在澳门 很多都是用一个蚂蚁搬家的形式 来将一些未完税的香烟入境 所以我们觉得 限制出入境的数量 事实上来说是可以得到一个 叫做预期的效果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梁议员 那个加烟草税 加烟草税是一个大势所需 而且是一个令到市民对吸引 危害自己健康 以及危害周边人的健康 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 你用这么高的经济 你令到自己身体有害 又令到自己家人 或者自己周边的朋友 都讨厌你的 你何必呢 我觉得这件事是渐渐 希望市民接受这件事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 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刚刚回来 我们继续议员讲坛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时事政论节目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我们继续来探讨 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 也是明确表示 将建议娱乐场全面禁焉 赌场酒店没有独立分离的中央空调 不可以设立西烟室 其实赌场贵宾厅 是否可以保留这个西烟室 也是争议的一个焦点 对此您是持怎样的一个意见 梁议 这次我很认同谭司长的说法 赌场里面 如果是禁烟 就一定要全面禁烟才行 因为中场 譬如很简单 中场的空气调节 是中央空气调节的 如果你在中间开了一间屋 在里面给他们吸烟 实际上的空气 或者有毒的气盒 一样是会循环 流出来给其他不吸烟 或者其他的员工 只能吸烟 你说鬼斑厅里面 鬼斑厅里面 和外面的中场 只不过是开门 开门 那些烟一样公开出来 变成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变成令到 如果在鬼斑厅吸烟的人 有时出出入入 令到执法禁烟的人 执法的人员又难做 而且对他们有很多事情 很多不明确的争执 我觉得如果是禁烟 全面禁烟 大家都好 对那些不吸烟的市民 或者那些游客 都是一个好处 好的 那么其实这个娱乐场 是否可以撤立吸烟时 目前也是存在着较大争议 有议员就认为 现实的经济环境 不适合全面禁烟 认为该法是空烟法 而不是禁烟法 另外也有议员就反映 现实娱乐场违规的情况 也是十分严重 职烟更是通风暴现实的 执法困难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欧先生 其实本身现在 新控烟法的规定 控烟督察是需要 预先通报 才可以进到 去赌场去执法 所以变成了 这个也不存在 通风报信的流动 反而我们觉得 本身现在 我们澳门的经济发展 已经踏入了一个 新常态 其实是否 我们为了留住一些客户 就是用一支烟 就可以单纯一个 这样的措施 就可以吸引了我们的客户 而基本上 本身全面禁烟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你看回 其实包括 将会6月1日实施的 北京所有的室内 都是全面禁烟 它那个范围 也涵盖了 机场里的吸烟室 也会永久撤离 换言之 就是说 很多全国其他省市的地区 它们有关的设施 都会去取消 我们其实看得到 这个既然是一个 叫做国际的大趋势 作为澳门是烟草控制框架 那个替药国的成员之一的话 我们其实有必要 是更加有效 和有力度 去保障我们的居民 和我们的从业园的健康 要放在这里 是作为一个叫做最守卫的 其实是否设立这个吸烟室 也是涉及到 这个二手烟的问题 其实这个二手烟 究竟对人的身体 有怎样的一个危害呢 我先生 其实二手烟本身来说 那个烟它本身来说 它释出的一些有害物质 已经有几十种 当中其实本身 在外国的一些文献 亦都将这个烟草 点燃中的烟草 已经将它 是界定为 叫做一级致癌物 所以本身来说 它们一些的有机非法物 和一些的焦油 它们都对我们的人体 不同的器官 都会造成一些 不同程度的伤害 简单来说 其实在我们的呼吸系统那方面 它们就会影响了我们的肺部 而且来说 亦都会有一些的文献 显示出来 它们会导致到 一些的孕妇会流产 所以其实我们也都接触过 一些的博所从业园 就是他们长时间 从事在吸烟的区域那里工作的话 他们都表示身体上面 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损害 而这些这样的损害 当然不是一朝一夕 是可以发生的 它是经过一个长年累月 如果因为这样的问题 而要承担一个昂贵 和一个长年的医疗责任的话 其实谭司长也都说了 这个是一个 对于整体整个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 和一个公昂的费用 因为始终在澳门来说 博彩虫业园和他们的家团 有五万多人 所以变成这个数字来说 对于澳门整体社会的承担 都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 没错 在此次的立法会上 也有议员就提出 针对电子烟当局 是否要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监管 而近期有研究就发现 其实电子烟的人 有很大机会再去复习真正的烟草 所以梁议员您认为 这个电子烟是否要纳入 这个规管范围之内 我刚才未开录影之前 我和欧生正在一起 知道了解电子烟 那个危害的环境 比正常烟 我觉得应该是要纳入规管 而且香港已经说了 吸引电子烟 对癌症方面的机会更加强 所以我觉得 澳门方面 卫生方面应该加强研究 是否真的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有 就立即要加强管制才行 如果不是 令到很多年轻一代 他还未够18岁 他买不到香烟 但是他可以买电子烟 那都是一样 令到市民有个身体问题 还有令到健康有问题 那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想应该政府应该尽早 要加强这个立法 好的 那么欧先生 您也是作为这个戒烟保鲜总会的理事长 是否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子烟 对戒烟有怎样的一个效果 另外就是您怎么看这个电子烟监管的问题 其实电子烟很多都对外宣称它有戒烟的效果 但是事实上来说 因为它本身的成份是很不明确 再加上本身来说 它的电子烟基本上 它的构造也是 离开它本身的烟霧蛋 而且里面有一些电极和电池 再加上它的烟管来做 所以变成基本上 它整体整支烟的构造来说 它都是一些有机揮发物 再加上一些电池的冲击波 这样令到它产生霧化的效果 所以变成基本上 它是仿效吸烟的动作 再加上吸烟的味道和霧化的效果 变成基本上 它对于割烟方面的成效 很多的研究和发现都会看到 因为本身来说电子烟 它是可以不断吸食的 换言言之 如果它吸食了过量 因为它本身电子烟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成分 除了一些香剂和香味剂之外 它有一个叫尼古丁 所以如果它吸入过多个尼古丁 反而对它的身体更加祸害 和严重性会更加大 所以我们看得到 它的电子烟作为戒烟的工具 暂时没有一个很可靠的说法 反而我们觉得它本身包装了不同的口味 有些是迎合一些青少年 有些迎合一些妇女 譬如朱古力味 或者水果味等 反而他们吃了之后 因为它的成瘾性会提高 将来吃真烟的机率会更加高 而且我们也看得到 烟草商方面 对于电子烟开发 近年来说是加大力度去推 所以与其是这样 其实我们觉得 也要做一些预防措施 来防止它在这个社区那里 是不断地去蔓延了 好的 那么此次政府也是下大决心 加大力度 用六大措施进行修法控烟 其实在处罚力度和宣传 另外还有青少年监管方面 是否也一并地要加强呢 我也很贊成特区政府今次的做法 因为食烟是对本身这个人的身体健康 有影响之后 令到周边的人和家庭都有影响 还有现在年青一代 食烟方面 我个人的感觉是多了很多 反而中年人可能经济问题 买烟会少了 食烟会少了 但反而年青一代 我觉得年青一代 例如学生或者女性 可能职业女性 现在职业女性收入比较高了一些 比较那类的人数 我觉得会多了 所以我觉得特区政府应该加强 这个宣传和执法 希望尽量令澳门市民 吃少点烟和戒烟 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欧先生 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在新恐烟法实施的头三年 基本上都投放了很多资源 包括宣传 推广哪些地方可以吃烟 以及哪些地方不可以吃烟 我们觉得其实已经在这个阶段上 一样东西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宣传效果 我们觉得 因为始终推动这个宣传的话 其实也要看一个阶段性 我们觉得政府能够有效地 加强宣传 应对人体的宣传和身体危害 以及特别对于哪些族群 我们觉得可以更加深入去社区里面 跟一些团体 或者是跟一些市民多沟通和多接触 令到他们觉得这一样的东西 也会危害着他们的家庭和健康 令到整体整个无烟文化 都可以透过不同的群体 都可以将这个讯息 传播给他们身边的家人 令到他们最终的目的 是可以戒烟的 好的 那么也是希望政府 可以加快新控烟法的修法进度 平衡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 从而尽快地实施控烟措施 给市民和游客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今天多谢梁医院以及欧先生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今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